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跟大家来关心跟讨论的相关的一个议题 我们就介绍呢今天一起参与讨论的来宾 首先介绍媒体公告者康仁俊 熊伟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的议员简宇燕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新北市的议员林国春 熊伟好 大家好 还有警改会的发言人马再琴 大家好 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熊伟好 大家好 嗯好 这一期事件呢 我们在这边呢 也只能够跟所有的这个伤者呢 甚至是遇害者呢 至上最惩慈哀悼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 没有办法 既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先来了解的 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因为呢 现在这个伤啊 实在是非常的惨重 截至刚刚为止 又多了一名死亡的一个不幸的对象 现在呢 死亡的人数已经到了4人了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捷运江子翠站在月台上 身穿红色T恤黑色短裤的男子 就是在捷运车厢内 执刀随机砍杀乘客的凶嫌 就看捷运人员拿资源回收箱砸向他 企图阻挡男子继续行凶 而所有的乘客就像逃难一般 拼命往月台外冲 还有人躺在月台上 一动也不动 因为就在5分钟前 车厢内已经血流成河 民众倒成一片 后面的人又是说 后面有人扶梆狂杀人啊 就是看到有一个男生 就是看到人就砍 就一直砍 一直砍 一直砍 车厢里怎么跑啊 已经到站了 大家才赶快跑出来 一块我全身都是血 这起骇人听闻的随机凶杀案 发生在下午4点26分 当时捷运列车正从龙山寺 开往江子翠 而这名21岁的男子 就在封闭的车厢内 手拿两把刀 开始疯狂砍杀 短短5分钟不到的时间 已经酿成20人受伤 三人送医前死亡的悲剧 警方接获报案 随机赶往现场将他逮捕 他是自己讲说 他小时候就有这种想法 大概国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 他在高中或上大学 跟他同学讲过 他有这样的想法 想做一件大事 类似这样的一个 今天刷里面 这样事件的一个大事 他本来是讲说大学毕业在做 他现在提前做 他本来就有这种想法 看起来好像没有回应 其中的男子郑杰 只有21岁还是一名大学生 就测职0.04 虽然已经被警方逮捕 但这一起随机砍杀案件 已经让捷运族人人自危 在车厢以及乘客 在捷运站的安全上面 我们予以加强 新北市的34个站体 警方已经加强 行为守望 所有警力全力出动 希望能够有效的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治安 能够稳定下来 朱迪隆和侯友宜分头 赶往亚东 淑北 市立板桥等医院 慰问伤患和家属 但嫌犯随机杀案的残暴举动 已经让捷运车厢 瞬间变成人间利益 好 透过镜头 透过新闻的画面 透过拍摄现场 真的不是在拍电影 这真的就是今天下午 发生在台北江子岁站 新北市江子岁 捷运站里面 真实的一个情况 竟然就是一个大学生 所以整个的过程 任俊宁怎么看 你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这个事件 会让大家觉得害怕 说第一个 它是在捷运里面 因为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像这样子 大规模发生 这样就是有人 拿着这个刀子乱砍乱杀 有攻击事件 但是这个真的是最惨 你大概就是看到少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他犯案是一个大学生 所以你看他样子 你根本没有办法预警 知道说他会做出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民众会恐慌 再来就是说 在捷运那样一个车厢里面 大家现在开始曝露出来 就是说我们捷运的 警力的那样一个配置 到底是不是适当 我再找了一下资料 说我们现在一个警察 如果现在捷运警察 人力是135人来看的话 几乎如果就按我们 一般捷运的流量来看 一个警察要负责到 8500人的安危 甚至一个警察 他可能要顾的站牌 你知道平均其实是5.2站 所以相对来讲 你并不是在每一个站里面 都有这样一个警力的 一个配置在这里面 那当然我们看到捷运站里面 他有很多 比如说像是这个 所谓的保全 或者是协助这个 乘客上下车的人员 但你可以从这一次事件里面 你可以看来到的是 这些人员在这样一个 紧急的关头里面 并没有发挥 他预期可能应该 发挥到的作用 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乘客所拍下的影片 反而是靠很多的民众 或者是这个旁边经过的人 这样很建议勇的去制服他 等到警察赶到来 你看一下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也是在捷运上面 你看几个民众 这个就是车厢里面 对 拿着那个雨伞有没有 而且其中 为什么要打马赛克 是因为那个已经有民众 已经受伤 然后就直接那个 你看他男子在那里晃 然后几个人拿着那个雨伞 叫他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车程里面 你看从 如果这一次看起来说 从这一站到下一站 大概4分钟的时间里面 是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人去可以制服他这样的状况 那大家会比较担心 就是说未来 如果还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喂爆单 他什么时候会引爆出啊 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 还是要依靠乘客自己 用这样的方式去自力救济 这个就会成为大家现在 在比较探讨的一个重点 对 就这样子 我们就会更详细的一个探讨 不过我想说 人群你自己 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虽然你跑了这个新闻 这么久 当然这么久没解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土地发生这样的新闻 你有没有直接的感触 但以前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都是发生在国外 那我们可能就是站在一个 讨论的阶段里面 可是相对的当我们发生 在我们自己在地周遭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包含是脸书 或者很多的这个网络的社群 都已经在讨论 就是说没有人敢做捷运 他现在怕的是这一点 就是说因为你在那样 一个密闭的里面 你永远不知道你身旁的人 做了什么事情 而且你连逃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相对的来讲 我们怎么去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政府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去教育我们的民众 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 和比较更好的处置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一次事件里面 很多人看着他拿着刀 然后就开始往后跑 就要想要逃命 那也有一些人讨论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 教导大家就是正确 我面对一个持刀的歹徒的时候 我是不是我要逃的过程当中 我不要背对他 因为背对他 你反而不知道 他会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好的一个SOP 去教导民众 否则相对来讲 我认为这一段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民众对于捷运 或者像这种密闭空间的大众 对大众运输工具里面 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恐慌 所以真的是 你真的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 平常用看的就不相信 但是你真的遇到 才发现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后续的一个消息 大家都要持续的来追踪 那我们现在呢 也赶快的把镜头 连线到了这个派出所里面 给我们的记者张卓廷 告诉大家最新的消息 接着现在位在新北市的江翠派出所 那么今天呢 这一起随机砍人的事件呢 根据现在的最新消息 目前死者的人数 已经增加到了第四人 有一名今年62岁的李姓女子呢 她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已经正式的宣布了死亡 那今天呢 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那目前呢 累积的伤患总共还有21名 而死者人数 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了第四名了 那么今天呢 现在这个情况呢 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这个攻击的凶手 她的弟弟有来到了现场 但是全层呢 她都是蒙着头完全不发一语的 不过事后呢 她其实根据警方的透露 她有表示说 她不太能够理解 为什么哥哥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那么凶贤呢 目前呢 都还在持续的征讯当中 那么目前也已经了解了 凶手其实是在国防部证实 她是中正理工学院之前 因为21找到退学的学生 那么之后 她就来到了东海大学 不过东海大学的竹蜜 也有说 其实之前早在5月份的时候呢 就有发现了这个凶贤呢 她似乎有一点点不太 心理上不太稳定的这个状态 所以因此呢 也有在学校替她安排了咨询辅导 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那么刚才警方征讯的过程中呢 也了解到今天凶贤呢 她在寻凶的时候呢 是从车厢上的第三车厢 一路杀到了第五车厢 这过程非常的凶残 而且甚至呢 在到达了江子退战之后呢 凶贤还是一路的尾随其他的民众 持续的来到了这个闸门口的这边 然后到最后呢 才被警方的民众来制服的 所以今天呢 这现场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血腥凶残 那么现在哦 其实呢 这个伤患的人数 有一些民众是自行就医的 所以呢 还是有持续的在统计了解当中 那么现在哦 其实在现场的外面呢 虽然天气状况不是很好 刚刚也有在下起大雨 但还是有很多激愤的民众呢 其实一直在警局外面守候着 那有一些其实是伤患的家属 因为他们现在心里非常的愤怒难平 所以现在一直在外面持续的等候之后 嫌犯被送出来的这个时间点 那么以上哦 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我们将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我们谢谢昨天啊 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 像是在除了把大家都给吓到的话 也感到震惊之外 也感到十分的一个愤怒啊 因为你说呢 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 而且呢 是随机杀人 目前呢 还查不出到底有什么样 深仇大案 有什么理由 感觉就好像呢 纯粹就是要杀人 就是摆明了要杀人的这种行为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预防 你要怎么样的去对付他 还有一个重点 你说他有病 这真的就是有病 你能够做出这种事情 你还没病吗 你一定是有病 但是你看到他做的这个行凶的这个过程 他选的这一个捷运的站的这个 选的站与站之间的这个路程 其实你要说他是真的是有病吗 这都值得大家去讨论 因为他还蛮缜密的 刚刚来宾有讲到 从捷运的龙三市站 到江子翠山 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 这一站真的是台北这个捷运网路里面 路程最长的一站 刚刚也讲说 要坐一趟是四分钟 以一般的来说是两分钟以内的这个站 所以你看两分钟一来一往 你在这个列车行径之间的话 少两分钟可以减少多少的伤亡 所以他竟然选了一个路程最长 而且所以看 让很多的民众又是在快要下班 都是学生 都是老弱妇孺 比较多的这个时间 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瑞德哥今天是不是感受非常深刻 对 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的太太人正在捷运板南线上面 当这个车厢 经过龙三市站到江市翠山的五分钟 五分钟 不是四分钟 是五分钟 因为我们一天 我就住板桥住四十年了 我一天到晚就来坐这个板南线 然后江市翠山就是我常常进出的 我的孩子 子女跟我的太太 我们都坐这条线 他在案子发生的时候 血案发生的时候 他就在下一个车厢 下一个捷运的列车 当这个被人家屠杀 学习屠杀的车子到了江市翠山的时候 我太太的车子停在龙三市站 感同 我告诉各位 什么叫做感同 那时候心里多害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告诉各位啦 中华民国政府 如果不能速审速决 立刻起诉 立刻判决决定 立刻把他枪毙 结果中华民国政府是混蛋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如果要做到 像任俊刚刚所讲的 做个捷运还要教导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自救 这个就是混蛋政府 全世界做捷运 我们要靠自己救吗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保护我们 免于受到劫难才对嘛 台北市的捷运 已经算是全世界号称 安全性最高的了 前几天的事 8号的时候发生什么 文湖县有人打架 见学啦 你可以说这是个人的口角行为 前几天又发生了一件 有人在捷运市府 又被砍了 又被吃到了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慢慢捷运站里面 有一些危险的事情 慢慢的发生了 好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大学生 很讽刺的 他的名字竟然就叫捷运的捷 你知道吗 他不配 我告诉各位 不管他是什么人 因为他的这个样的行为 造成人家这么大的伤亡 四死几十伤 然后以后谁敢搭捷运 政府能够保障你什么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很多人一定会说 那他就带个刀啊 搭了几把刀上了捷运 我也没办法突发型的嘛 我告诉各位 你说他有病吗 他是有病 在犯罪心理学里面的 变态心理学里面 是完全的符合 可是问题是他很聪明 为什么呢 他是有经过计划 他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上个礼拜本来就要打算做 作案了 再往前推 他都已经来这个地方 全部都勘察过地形了 他还特别从捷运的江翠站 因为很简单 他家里 他虽然独东海 他家里住的就是板桥 所以他对地形地缘非常的了解 他为什么要特别从今天从江翠 坐到国库纪念馆 他知道捷运警察在那个地方 会上来不同的捷运班次进行巡逻 他看着捷运警察上了前面的班次以后 他搭下班 所以他很聪明 他非常聪明 他完全有计划 他为什么不再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下班后 因为他不好杀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是一个有缜密计划的 他是一个预谋 好 他杀了 台北的捷运站里面呢 这一站 他长达四到五分钟 刚好都到淡水河的下面 他显然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屠杀大业 所以他选择在这个地方下手 我请问你嘛 政府在这五分钟这里做了什么 能够做什么 今天他带了刀子进去 今天如果他带的是暴猎物 一样的逻辑跟一样的道理嘛 我们政府能做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 捷运警察队的成立 前几天还为了这个吵架 捷运警察队是隶属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 新北市说没钱 所以呢 他不成立 不成立的结果 靠一百三十几个 就算满边啊 也不过多二十几个啦 这些捷运警察队 连每一个站都有 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更何况 为什么台北市的警察 来你新北市的这个捷运站 进驻嘛 我告诉各位嘛 好 如果就算在车厢里面没办法救 要靠民众这样子撑了五分钟 那将是他们人世间 最永远难忘的那五分钟 血腥五分钟 终于车厢打开了 大家有看到吗 能够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今天如果有捷运警察 拿着枪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是什么 枪拿着不许动 再动 就打下去了 如果他今天 让这个歹徒正义 拿着这个刀子 上了上面一楼 出了捷运站 你觉得会怎样 对面另外一部 反方向的捷运刚好开过来 很多又逃出来的 不知道怎么办 还逃进去那个车厢 那个对象的 这个捷运车厢里面 如果正义 又进去杀 那怎么办 政府怎么办 现在不要告诉我 总统府觉得愤怒 行政院长觉得哀悼 又怎么样 不要告诉我这个 这件事情 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而我们 人家不是说料敌充宽吗 我们料敌充 充什么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 万一发生了一件什么 不要说他在里面杀人 他就算不是在车厢 是在捷运站里面杀人 你们有反应的能力吗 建警率 只要建警率 让他看到捷运的捷运警察 我相信今天被他残杀的现象 就不会那么严格 就不会那么惨 而问题是 我知道现在一大堆 警政署也派了80个啦 那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 我告诉各位 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像北京的这个地铁 那个必须要X光 必须要怎么样很麻烦 台湾人没有办法 台北人怎么可能忍受呢 那我请问你嘛 台北火车站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有人不断的跳轨自杀 所以后来不是射了安全门吗 要做不做而已 这样的悲剧不会 当然今天是第一件 但是我为什么说 一定要速审速决 昨天刑事妥善法 还特别针对这个速审法 特别在修正 你如果不赶快 把这个案子定验的话 会让一些有变态心理学 跟犯罪反社会型人格的人 起而仿效 所以这真的是 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 而且在讲说 真的那么容易访问 因为真的说一般来说 你觉得他是可疑分子 有前科什么的等等就算 但他真的就是一个装扮 穿着T恤短裤的大学生 关于这个嫌犯 因为他就是 赤板桥人 当然也是我们林医院的 这个管区啊 看看你怎么样看 这一个大学生 竟然会这么手段凶残啊 这个大学生 其实就是我们社区的人了 算是邻居的意思啊 我们同一个社区啊 捷运 因为捷运在 在我 这个捷运啊 他住在 离捷运站走路 大概3.5分钟了 然后呢 这个他先到超市 花了100块 99块去买了一把刀子 然后就进去捷运 坐车坐到 国父纪念馆 大概国父纪念馆到 江翠大概 单程大概20分钟了 所以可以3点40分 他进来还进了这个厕所 然后 今天是这样 所以文胜派出所 照理讲捷运的辖区 应该属于文胜派出所 因为文胜 这个是文胜派出所 有警察刚好在捷运旁边做 摊犯的取缔 因为下班的时候很多摊犯 刚好这个 派出所的援警有带枪 就下去就逮捕了 因为江翠派出所 又离捷运比较在 所以带到江翠派出所去征讯 那重点在哪里啊 重点是这个大学生呢 他虽然被这个军校退学 然后读了东海以后呢 他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宅男 他爸爸妈妈跟我讲说 几乎要跪下来讲 他说毁了 这辈子都毁了 真的毁了 如果要陪这些人 陪不完了 他也是一个正常的 上下班的人 所以有跟他家长对到话 对 有做到我旁边嘛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这个学生呢 他从头到尾 他觉得今天警察 打电话给这妈妈的时候 他妈妈以为是诈骗集团 还以为是证人 我小孩应该在学校的宿舍 怎么会这个时候在台北呢 所以他因为 我只有说嘛 所以我刚刚这个地缘关系 他走路就去捷运很近嘛 就发现说 果然是他儿子 然后 这真的是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他的车子停在我后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从小到大 这个小朋友喜欢打电动玩具 所以每天都生活在那些 刀光剑影 电动玩具 你知道现在电动玩具很 网路上面很暴力的 所以他非常的宅 我说那他有没有就诊的记录 完完全就没有 你看这个小孩子很高哦 跟他弟弟一样都很高 大概180公分 我也见过 就平常我们都看不出来说 他有任何的异状 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父母亲情何以贪 对这当然了 当然一定是情何以贪 就他来讲 我也很同意说 刑事妥诉法的 这个成立以后 立法院通过以后 这个案子要速审速决 要不然会赞成 太明显了 会造成很多这些家属 今天刚刚发生说 亚东医院那个也死亡了 本来现场 现场送到医院的时候 死亡已经有三个人 而且还有很多重伤的 很多受伤的 所以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们会思考说 今天是在捷运 有没有可能发生在高铁 地铁 当然有可能 西门町 这个闹区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类似这种人的人存在 因为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可能有一些缺陷 可能没有一些 给他一个教导的方向 然后他又不住在家里面 所以一直在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也没有同学 就跟他在一起的互动 所以发现说 但他现在也没前科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征兆 说父母亲会把这个情况 通知任何的 比如说医生 比如说警察 他有什么异状 完完全全没有 所以他是不定时的炸弹 刚好就在捷运里面 车厢里面 那车厢里面因为人多嘛 这个要受伤的人 他说他要做一件大事 这个的确是一个 非常大的非常大严重的事 真的就是做了一个大事 如果今天他是在 这个空旷的地方 大家比较容易去防备了 但是捷运里面呢 没有那么多的警察 所以捷运里面的警察 是不是要增加 这个可能要去讨论 可是这种事情 今天是发生在捷运 还有月台上面 还会发生在其他地方 对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说你如果从 他都没有征兆吗 我也不觉得 他自己的学校也出来讲 说四月份的时候 有接获 其他的学校 已经有告诉他们讲说 这个学生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自己教官 就出来讲说 我们这边其实有特别在注意 所以相对来讲 刚其实议员讲的那个重点 会变成说 他今天是哪一个刀子 他如果今天拿一个硫酸呢 他如果今天拿任何一个东西 都有可能 他都有可能成为 他攻击的武器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说 第一个对于这样子一个 他可能是一个隐藏 他性格的人 他真的有征兆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要听到 每次都是马后炮 讲说有 我们早就发现到 他有异常 你今天看到这个状况 就是他学校都承认说 有确实他在 他的这个所谓脸书 或者是什么 他有散发出一些的言论 而且早就有人提醒 他们要注意了 那这一段时间的 难道是只有你学校 自己在所谓的 还是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更注意的一种方向 但因为现在是直播节目 我们先请大家稍后 朋友广告 回来就要看到这一起 震惊全国 震惊全社会的事 到底后来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和创伤 马上回来 好震惊全国的捷运杀人惨案 这个凶险的竟然是年仅21岁 目前就读东海大学二年级的大学生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赶快连线给在东海大学的 我们的记者 这个林尚嫌呢 看看最新的状况 就是就读东海大学的一个学生 而少少东海大学也出面表示 这位正同学平时上课跟交友情况 一切正常 来听听看东海大学的说法 目前我们不清楚 因为他的资料只有国防大学的学生 那在学校的表现 大概就是跟一般学生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那他的交友状况呢 因为他是转学生 所以交友状况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样的 说跟大家很密切在一起 那他住校吗 住校的同学有聊到他吗 住校因为我们一时之间 也没办法去查到说 这个住校学生目前的状况 所以住校这一块 可能我们会后续去了解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有从他的行为表现 有一些异常状况 那学校有介入辅导 在FB上他有一些说法 那我们觉得说 这应该要在于辅导 所以我们系教官跟有资商中心 他是说他要在今年度 要有一番大事业 那我们很敏感地认为说 这应该会有一些问题可能 那我们就先介入辅导 因为最近大雨了 所以我们学校也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经过校长和事说 最近尤其是东海大学 又风都比较大 风雨比较大 所以对于学生的请假 我们都有上签说 请那个校长是不是同意说 重宽处理 所以这一块老师们大概就是 这段时间都不点脸 刚好就这段时间 因为风雨太大了 对此东海大学是特别声明 也代替政洁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而在下午发生事情的第一时间 学校的重要干部也立刻赶往台北 要协助警方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动作 以上是我们在东海大学最新情形 时间交往彭内 好 真的是没有动机 就所谓无差别杀人 随机的杀人 你这么一做 让自己的家人 让自己的学校蒙羞之外 你更毁了十几个家庭 甚至受害者他的健康 可能一生都被你毁掉 到底是为什么 看到这样事件 而且今天发生在下午 我们就说 那个时段正好是准备要下课 甚至是买菜要回家 不管什么 都是附 检疫院你怎么看 所以我今天特别看了死伤名单 伤亡名单里面好多女性 一般因为像这种凶杀的事件的时候 很多男生都会见义勇为 真的是像任俊如果在场 瑞德如果在场的话 可能拿出来抵抗 可是你仔细看 受伤的多数女性 也都是三四十岁的 然后死亡的 甚至六几岁的 阿伯这些大哥 所以险见四点多 他选择犯案时间 让他可以 不只是这个 撑这个四分多钟 他选择这个时间 正好车厢内 妇孺比较多 老弱比较多 我觉得也是死伤这么惨重的原因 但也太毒了吧 就是挑这个妇孺的时候 他真的就没有人性了 对所以刚刚我看 校方致歉了 这个新美市市长致歉了 那么多的致歉 可是我刚刚听了 国陈议员所讲 我心里跟大家都一样 有个疑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我去了解 他这个爸爸 还是在台北市的一个 工程顾问公司工作 家继小康还不错 你看他学历也是很漂亮 那如果照刚刚所说的 完全没有就医记录 学校也觉得一切正常 他只有一个是宅男而已 如果单凭这个理由 那我们身边 千千百百万万的人 全都是宅男 对那所以 他会造成了 集体性的恐慌 那今天我身边 已经很多单身的女性 跟我说他不敢做捷运 真的会被吓到 对因为你看到 尤其看到那个车厢的照片 真的是很惊人 对所以我这次也呼应 瑞德大哥 的确我们是应该提高捷运的见景率 那我去查了 捷运没有错 这几年还一直是135人 今天的确加进了60人还80人 那本来预计我们明年就要补到166人 其实这个数字就算补到这样 那个比例还是不太多 后年要到180人 可是捷运增加成长很快 我们现在已经有109站 所以你用109站的话 我们扣掉里面还有刑事警察 109站里面扣到刑事警察 我们平均109站平均 维持是有21个警察在巡逻 配偿警察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人随车 我们所以109你出起来 平常是5到12站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 那这个当然是离谱的太低了 所以我现在的要求是台北市政府应该让 台北市捷运警察队应该要达到每站一警 因为目前捷运警察是每站一个保全 一个驻站工作的人员 所以每站一警的话 你还要再加上不定时巡逻的话 其实台北市捷运警察队应该到300以上 那你随着松信线再继续成长 再继续开通 以及几个路线开通的话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可是大家一定会问 其实你今天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光有警察是不够的 光有警察的话是今天4到5分钟 运气好的话 警察如果在这支箱就没有问题了 那出了车厢照理说 因为已经刹了4分钟了 警察就是附近的派出所的早就接获通报 应该是在捷运门口拦住他 可是有点可惜 就是又晚了1 2分钟 他到上面是有保全跟64岁的阿伯 把他制服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们的确全民现在都应该展开一个 捷运警察的紧急事件的SOP训练 包括人民 因为我们现在会面临越来越多的 911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 我们应该要在现场 因为我知道最近才有那种 车上性骚扰的SOP才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 第一个按铃 第二个尖叫 第三个司机要把车开到派出所 不要放人 我们的捷运今天开始 也应该演练这样的SOP 我们很无奈 但是当这个案件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之外 的出现的时候 我们希望不要像这个韩国一样 他们是解散海上警察来作为道歉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我们解散警察当然也没什么用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痛定失痛 今天有两个人道歉了 明天还会有更多人出来道歉 可能爸爸妈妈也会被社会逼到出来道歉 那但是光道歉有什么用呢 我们必须全部从每一个 每一个环节开始重新防毒 对好 但是我们刚刚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真的是非常文殊 真的是让大家很震惊 而且你要是让那么多的父 不是每一个男生都这么样勇敢 更何况是老弱妇孺 所以你看到了这种血淋淋的画面 而且真的甚至你亲身参与到 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你以后造成的心理创伤会有多大 所以我们今天会问马大哥 就从各个层面来看 你觉得包括那些防治的效果 到底有没有效 还有你看对这个社会造成的冲击 跟影响会有多大 其实这个案件 如果我们要采取预防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不太容易 因为这种随机性的 然后它潜伏期那么长 又没有前科背景的话 我们想要去预防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是亡羊补牢 大家都是在放马鸥炮 事情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从整个警力的配置 跟当时发生以后 一直到它离开战体 被逮堵这个过程 如果这段期间我们能够让死亡变少 伤害变少 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可以立即马上检讨的 其实刚刚为了说提到的 当然警察的人员真的是不太够 我们如果从铁路警察来讲 铁路警察是中央编制的 铁路警察全台湾几个站 那再比上捷运警察的站 我们比几个看 铁路警察多少编制 捷运警察多少编制 我们还不把它编满 更何况捷运的人士应该已经可以破 每天的流量可以超过铁路的流量 所以从量上面来看 甚至台湾的这个捷运文化来看 我们发现说其实警力事实上不够了 但是我们的捷运警察可能认为 台湾的捷运事实上是可以引以为傲的 它的准点或者它的妥善率 而且过去也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还有一个我们搭捷运民众的数值也是挺高的 所以我相信我不知道我们警政单位 是不是把这个搭捷运的民众数值 考量在这里面说警察不用那么多 我们民众很好都会看到老肉腹都会让位 何必不可能有这种神经病 会拿刀子乱砍的 所以警察不用那么多 现在就真的遇到了 现在遇到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美航车 如果没有办法要求的话 至少我认为被动式的 在美班车的车厢上面 也许有人不同意 放一些什么灭火器啦 或者是棒球棒啦 车厢有灭火器啦 类似那种棒球棒有那些武器 可以让民众在密闭的车厢里面 做至少稍微的抵抗 你A车厢发生凶杀 B车厢可以拿那些球棒出来 他当然是放在一个玻璃柜里面去 那至于被偷回被抢 是另外的这个处罢发者 至少我认为被动式可以这样做 那积极主动是 能不能那个传达系统 能不能按门里 按了那个警铃以后 马上通报这个机车员 在下一个站体 我说到下一个站体 开门之前 警察就在门口拿去升等他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看样子没有达到 现在是还没有办法 刚刚看到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到现场 到现场以后还爬到上面去 还走来走去嘛 各位如果看什么叫捷运 捷运就是来去都很方便才叫捷运 如果今天这个歹徒 不是曾经想被捕 他一刹就冲出去 大家还没问 那个穿红色衣服是谁 已经跑掉了 我们警察想要逮到他 还逮不到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 我们目前警察的编制 在每个地方 每个站体 我认为已经严重的不足了 如果要按照这个流程去检讨的话 我们唯一能够检讨的是 如何让整个流程缩短 让民众这个受伤的机率变少 让这个伤亡变少 这才是目前能够马上做的 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 我们刚才也提到 这个直接要负责的地方首长 一定要站出来来面对这次 来安抚民众的一个群序 来想办法想一些后续处置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报道 来看台北市长郝龙斌怎么说 嫌犯是一位私立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现在他犯的动机不明 据我们的了解是 他在江子翠站上车 然后搭到国父纪念馆 不是 然后再从国父纪念馆 回去的路途中间 从龙山市到江子堆 开始就是行凶杀人 那我们在第一时间 车厢得到这个报告 我们就来做紧急的处置 而且透过乘客保全人员 跟捷运警察 共同的合作 我们将他制服 而且送到江子村派出所 我已经指示台北市警察局 在第一时间 现在在所有捷运站都加派警力 由每个分局负责 在他辖区内的所有捷运站 都要由远警到场 见警率提高 同时我也奠请警政署 王卓军署长 针派两个保安分队到台北市 为期两周 短期之内 这些保安分队的远警 跟我们捷运警察局的同仁 会在捷运车厢里面巡逻 保障所有乘客的安全 我也跟新北市朱市长 我们已经联系上 就是现在新北市部分 也会采取同样的作为 好 这样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刚刚来宾各位提到的话 我相信我们首长也知道有怎么做 要想办法提高见警率 要说一些呢 甚至现在呢 避免了有人仿效的情况下 所以在这两个礼拜呢 都会派驻警察在各个捷运站里面 这些呢 虽然亡羊补牢 是已经呢 针对这个事件是来不及的 但你还是得要这么做 你要做 你还是要做防备 不能够因为说 好像来不及的就不防备 但这个重点就要来看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以后 怎么避免再发生 怎么去补救啊 怎么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抓到歹徒 但对这些搭乘捷运的 这些民众来说 我想问了您 过去也是刑警出身 到底有什么自保的方法 其实除了捷运以外 其实其他的公共大众运输系统 都应该这样做的 不只今天 因为今天刚好发生在捷运的系统 所以我们只是 公共运输这么多 把所有的警力用在捷运上面 也不公平 那捷运里面 其实可以做加强的动作 其实现在科技的犯罪 科技收政的很灵敏 比如说这个金属探测器 是不是应该要做 因为我们现在捷运的监视器 大概都是做在什么 小偷啊 就是说你有小偷或是性骚扰 监视器看到了 但是这个金属探测器 如果今天带一把刀 这把刀是20公分的刀 金属跟一般的钥匙差很多吧 至少金属探测器 它的灵敏度 是不是有机会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增设在 用科技的方式来反物 那如果是一个阿嬷 今天要去买把菜刀 放在菜里面进来逼 但是至少有警示作用 就是我们民众虽然不变 但是你解释给他听 可能就可以达到立法的效果 可能以后就要 朝这个方向来讨论 跟思考 是不是真的每个入口都要有个 除非说 除非说这个捷运警察有带枪 要不然你说 你有学过柔道 台前道 或者是我们学过勤拿的 我敢去面对他去 空手夺白刃可能敢去 但是一般民众是建议是不要 除非你的皮包很大 你的雨伞很长嘛 这个可以跟他斗 但是至少 如果说 如果说在现场被他杀害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要拿你自卫的东西 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就像一开影片看到的 你最后是在跟他对峙 你跟他对峙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伤害你 但是我要呼吁 因为我们时常做捷运 我们上了捷运以后 发现很多年轻人 或一般民众有手机 从来不看你的身边的人 都在划 所以我上了捷运以后 我第一个我可以看一下 旁边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至少是说有一些景 今天不只是捷运 我都觉得说在公共的场所 都应该有随时有防备 因为也有可能 你走在马路上有遇到这种人 也有可能 所以说不要说我们现在习惯了 大家都要看手机 看内容以后 划了手机 都忘记旁边是什么情况了 至少生活在这个危机意识的 这种都市里面 这种危机感 我们随时要有这种危机感的存在 但是像这次的情况 这样一次呢 你到了就算在划手机 但是已经砍了两分钟三分钟了 还没有办法来反应 你刚刚所讲的 为什么我们也常常做捷运 尤其是板南线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在划手机 因为现在流行大家上网看东西 然后要不然就是睡觉低头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 你搭乘捷运是安全的 因为你相信啊 因为你相信这个政府啊 你相信捷运公司 绝不也会说我在划手机 还是我在低头的时候 一支刀就把你堵死了 你绝对不相信嘛 那当然你 当然这个 现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 那是个案啊 也是只有发生这一件啊 以前都没发生啊 但我说过嘛 要料题从宽嘛 对不对 那 任何一个事情发生 都一定有它的动机 这个叫做郑杰的这个大学生啊 他从小其实很宅 刚刚我们议员讲过很宅之外呢 他还蛮残忍的 他会杀小动物 去吓小朋友 去吓女生 你知道吗 用刀子来割乌龟来吓女生 或是诸如此类 你知道他的脸书上面写什么吗 他写 郑杰说话 砍砍而谈 砍人的砍 他的整篇脸书里面呢 大家去看他的脸书 砍爆了 什么非常砍 百人砍 他都用砍这个字 所以我相信为什么会 有一所学校在四月的时候 警示这个东海大学 不会无缘无故做这样的警示 那他包括 他平常很可能在网路线上游戏 这一点还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国的网路线上游戏啊 有的非常的残忍 对不对 尤其他所打的 都是杀人的 近距离把那个哥贝尔手部 弄破了血喷得乱七八糟的 那或者是拿了枪到处杀人的 请问你 我国的线上连线游戏 有没有非常严谨的制度 包括分级 包括等等 你要分得非常的严格 有没有 有没有追踪 有没有干什么 还有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不是只有正义一个人 在打电动连线游戏啊 还有无数 过去我们已经发生过 好多件案件 都是从电脑连线游戏里面的 这些等于说可怕的事情里面发生 我现在就要告诉各位 他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 当然他是他的人格特质 可是我们必须料笛从宽 刚刚我们讨论那么多了嘛 我们都要替政府想办法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希望明天换我坐捷运的时候 被砍的人 刺杀的人是我或我的家人啊 没有人愿意 今天那四个可怜的被害者 我相信包括重伤的人啊 我相信他们家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事实 为什么 做个捷运活都回不了家 为什么做个捷运 会到到这样的命运 然后你们告诉我一大堆 我都不想听 我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嘛 然后包括建警率 现在一个捷运站才几个保全员 你不要 我们不要太苛责这些保全员 一个月领你两三万薪水 拿我命去拼 而且一个捷运站 事实上能几个保全员啊 一个 一个保全员 一个工作人员 对不对 好 就算即便今天他跑出来了 我赞成那个马律师所说的 他今天如果车枪一打开 这个凶手立刻往上逃 逃到一楼出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而且手上还拿把刀啊 你知道吗 就出去啦 连保全员看到他的刀的时候 也不敢跟他正面应拼啊 因为你手上没有武器啊 你没有枪 你没有刀 你没有皇位性的武器嘛 建警率 台湾人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等于说民族性 很怕看到警察 你知道吗 人民保姆这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啊 你说捷运警察队不够 我都觉得好奇怪啊 那朱立伦市长 我也是新北市民啊 我交给你的税不会比较少啊 你也要好歹负担一下 台北市警察局 相关捷运警察队的预算跟编制原额 他那时候说人不够嘛 那你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不能只解决 所谓的台北市的捷运 可问题是台北市的捷运 现在一天可能有百万次吧 这么多进进出出 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只有一百多个 现在是靠警政署紧急拨80未来啊 我不是要你每一个捷运的车厢里面都要有一个警察 过去 台湾的火车里面只要举光号跟志强号以上 都有一个副车队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副车队在铁路警察局下 穿着刑警便衣带一把枪去坐火车 我们的国际线的飞机也有这样的 那个类似的这个刑警便置 为什么呢 一旦发生事情 我马上就可以解决 你以为搭火车是很安全的 没有啊 2009年台铁曾经发生火车上 为了一个阵风吃醋 一个大学生很倒霉 也没有偷看 没有什么偷看对方的什么 女朋友的胸部 对方拿起包包里面的猎刀 当场就把他给捅死在车厢里面 这个人最后只判无期徒庆 没有判死刑 我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亡羊补饶为时未晚 但是已经发生了 你不能料 我们必须料敌充宽 你不要告诉我说 什么不能只有捷运警察 当然了高铁铁路局 包括我现在知道的高雄捷运 已经加强他的整个护卫了 我们都公共运输 你都要小心 都有可能发生 那一旦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所以你不能再用那个什么 原额不足啦 预算不够啦 不能再用这个东西了 料敌充宽 我告诉这些做官的 搭乘台北市捷运 还是任何高铁台铁 还是任何高雄捷运这些人 一个人都不应该被人家杀 那一条命都不应该丢 因为我相信你这个政府 不要告诉我 你有帮我投保四百万 对被害人家属来讲 我要的是一条命 不是钱 好 任俊 你最后时间有限 你要怎么补充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当时大众捷运法里面 有规定说 我跨县市的时候 是有这两个县市 自己去协调 所以96年的时候 是大家协调之后 同意由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他来处理 所以相对第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 以接下来 大众捷运法的那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去修 让双方都负责 共同去负责 因为09年的时候 后来有再协调 就是说如果发生地 在新北市的话 是由新北市警局处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瑞德哥刚刚讲到那个 其实我就觉得比较悲哀 就是说我们民众出事 要靠自己去做抵挡跟自卫 不过相对来讲 就是说我们也应该告诉民众 就是说他在遇到紧急状况 在列车里面 列车里面有紧急通话扭 你可以跟列车长联系 这个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民众如果 列车长有没有再去 跟这个所谓的住在地 或者是他的这个站里面 去通报 因为他如果有完成 这样通报的行为 他这个站务的人员 事实上在列车的 那个还没有停靠站的时间 他是有足够的时间 再去通知其他的警力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不能够用平常 以前那种安全演练 大家就讲说 有事情紧急疏散 可是那个紧急疏散 每次演给大家看的时候 都是我们派了很多的人 在那里 大家不要讲说作秀 是我家派了很多人力 在那里协助 可是在真实实际上的 状况里面来讲 确实里面的人 就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怎么去靠 这些少数的两三个人 去维护这么多人的安全 对 好我们先请大家 稍后片段广告 回来就要告诉大家 受到了这么大的心灵创伤 要怎么样的提振大家 恢复大家的信息 马上回来 好我们今天探讨了 一整天这种 外在的防备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真的就发生了 这种残案血案 而且婆婆妈妈都看在眼中 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那种直接搭捷运的通勤族 这一些事件 对社会的冲击这么大 要怎么样弥补呢 马大哥 其实这个冲击大不大 我其实也不太聊 因为我不太做捷运 真的啊 结果今天五点 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就是啊 五点多的时候 我办公室两个小姐 一直跟我讲 发生事情 我说什么事 这个被砍了 有这么严重啊 你看到我从他们的眼神 真的吓到 看到两个都是女孩子 每天坐捷运上班 我看到他们的眼神 我吓一跳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结果我回来 我看了电视 我才发现 哇真的是这么严重 其实对每个上班族 尤其是女性 其实那个阴影 我觉得从他 看到报纸那一上 那个新闻就已经开始在身上 所以现在 当然短期内一定要让警察 在捷运的周遭 让人家安心 先让他安心 然后让 那当然我们这个嫌疑犯 已经抓到了 那后续的程序 这个判决的行情 我们是不是 社会家里做过关注 然后家里这个 尽快让他处理掉 但是我觉得第二件事情是 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的民众 让民众如何确信说 当你去报案的时候 就是不管你是用电话去报 说捷运里面 或大宗运输系统里面 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警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到现场 我觉得这个 你要说服民众说 没关系 你在大宗运输系统里面 只要电话来打来 我保证在下一个出口 一定等到你 我觉得你要让民众 有那个感觉 那种感受 而不是我们 照张刚刚那个讲法 你在现场按那个通话钮 我不想 那个通话钮的通报 会不会现场打110 最后是打110 对 最后我应该是打110 然后接到通报 但是问题又来了 110 110的系统 指挥系统 是在 这个可能在新北市跨界 我不知道是 那个110是哪个地方收到的 然后再去通报捷运 捷运在通报站体 我觉得这个通报系统是长的 报案系统是短的 但是按钮 如果是现场按钮 是通报系统是长 但是返运时间是短 这就很奇怪 这有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服 所有的民众 你打电话来 警察在最短的时间 就能够到达现场 这个不只是告诉民众 也告诉台图 我很快就会搞 你看你能够砍几个人 那最后那是捷运议员 你要补充一下 因为你很多的朋友 你刚才一开始也讲说 都是捷运族 我自己是每天 坐捷运上下班的议员 我刚才每天坐捷运的时候 还会有捷运公司 很以为我是去考察 后来每天都看到 我其实是通报了 但是最近的保警 从今天进驻之后 捷运警察一定立刻发现问题 因为捷运警察相对的专业 例如说他们的通勤 他们的通话 他们的整个通话系统 是跟车厢里面以及整个在 这个占体里面的 对占物的特殊的 有一个通话特殊的通话系统 他们第一步就先培训 这60个到80个保警 开始熟悉 用不同的机器来使用 他们连这些机器都还不够 那此外呢 就是在捷运警察上面的执行方式 跟一般也不同 所以今天开始 这135个人要扩编到 我们觉得勉强可以的300人 其实捷运警察 对从今天开始 就一个全新的开始 甚至我建议说 他是否应该要提升层级 不只是单属于台北市而已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有 要展开讨论 这个是王卓军应该此刻立刻 就要开记者会做的宣布 这可能后续就要看了 没做要被一定会被骂 但是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 我上捷运 或者上了一群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有名嘴朋友 也被攻击过 所以我上去第一件事 当然不是滑手机 我就是先看一下 有没有可疑的木架 那一般做过官或情治及警察训练 也是到一个现场 比方我今天办一个造势晚会 我一到现场 即便我是演讲者 我还是会看一下 你一看就会发现 有神色有莫名其妙的人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 所有的台湾人 正常的上班族都应该要学习这件事 你只要扫射四方养成习惯 那么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应该快速移动 快速移动是保全自己安全的 比较明确的做法 那当然另外你已经发现 已经前面十个人都被砍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逃吗 不一定 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团结身边的人 那这个东西就必须受训练 因为已经有十个人被砍了 这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判断 那比较值得大家参考的是 村上春树日本作家 他曾经在日本奥姆真理教的 毒气杀人事件之后 针对这个做系列的长期的反弹 就是为什么在被砍的那一刹那 为什么那个毒气放在你脚下 而你就在那里 都本来不绝 你闻到了每个都闻到了 可是为什么你忍耐 当时他发现是家里排行第二的人 特别容易忍耐 那因为台湾人跟日本人一样 集体意识都很强 我们可能会忍耐 我们可能会想躲一下 我们可能会想怎么样 那我们可能在今天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必须重新挑战 我们的民族性格 我们此外 除了我们要学习 像我自己随身都带着 仿生 真的 真的意外随时都会来 不一定 没有办法预期 不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 我当小姐的时候 我们就随时做好各种准备 但是此外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家 关心家里的战略 那特别像瑞德哥 你今天要怎么安慰你老婆 差一点点的汗 没有 因为这个问题就在于 你必须要让所有的乘客 都有免于被侵害的安全的自由 这是最基本的政策